2月13日,民航局新闻发布会,张旭社中新闻北京2月14日店,张旭无人机商业化应有您来政策利好。 在2月13日,民航局新闻发布会上,中国民航局空域管理官员陈向阳三记者表示,我国将接受无人机在特定上行的运行申请,以鼓励无人机的商业化应用。 这意味着,无人机在国内航空业的发展、商业化应用,以及行业规拜,将会加速完善。 民航局于近日发布了特定类无人机试运行管理规程暂行,以下仅称规程,鼓励并有去推进典型的运行环境和情景下的试点和示范运行,探索规范安全风险较高的无人机运行。 试运行审定小组将使用无人机规章制定联合体GARUS推出的特定运行风险评估SORA来制定试运行批准的审定要求。 审定流程包括受理申请、安全评刮、运行验证,使运行批准四个主要步骤。 随着运行经验的积累,民航局可以向志愿申请人签罚不同阶段的试运行批准函,并逐步扩大适用范围。 国网重庆永超供电公司工人自制无人机喷火情杖装置,消灭高空电线上的码蜂窝。 周易事归程明确的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和审定的无人机,包括起飞权重在20欧至150千克的无人机。 起飞权重在7公斤至25公斤,运行风险较大的无人机。 起飞权重150公斤以上,运行风险较小的无人机等三种特定种类无人机。 其他轻小无人机运行,无需进行试运行审定。 这意味着,除起飞权重7公斤以下的无人机运行,以及直保无人机,无人飞艇以外的大部分无人机运行均可适用于该规程。 民航局表示,该局统一管理全国民用无人机试运行的审定、检查工作,并由无人机运行工作组负责具体工作。 业内观点认为,无人机的直起,将会催生商业经业态。 在2018年无人驾驶航空器发展国际论坛上,民航局副局长李健曾表示,2017至2021年,中国行业及无人驾驶航空器市场规模美,年都将有30%以上的增长,并大有在通用航空和货运航空等逐多领域,逐步替代有人机的趋势。 目前,无人机已成为国内便商及快递巨头的高效配送工具之一,相较交通工具加人员配送的方式,无人机配送大幅降低了配送成本。 顺丰、京东、苏宁等行业巨头们,纷纷布局无人机市场。 据中国民航网报道,2016年,我国无人驾驶航空器行业实现了39万台的出货量,2017年实现54万台的出货量,预计到2019年无人驾驶航空器出货量将突破200万台。 未来5-8年间,无人驾驶航空器,也望实现初步普及。 未来5-6年,无人驾驶航空器完善未来。 不知的 reset,或论件固定的消息。 迅速可注意,未来5-6年,无人驾驶航空器完善可能在5-6年,无人驾驶航空器完善未来。 只是不知的滅足等位的作用不知的交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